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叫做西奴温酒的小故事 话说在元朝末年的时候 有个叫陶宗怡的人 跑到今天江苏上海这一带来躲避战乱 教书更作之余就一篇一篇的写扎记 到后来他的学生就把这些扎记给传成了一本书 内容非常丰富 取名叫做南村绰庚路 这本书的形式大多数是索文笔记 这里边有一篇小文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看过很多遍 叫做西奴温酒 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讲到这儿差一句 我们这个频道是这种漫谈漫聊的这种形式 所谓漫谈就是瞎聊天 我想到哪就说到哪也没有个章法套路 就信口漫聊 是吧 我就这么一说 您就这么一听 千万可别当真 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 写得不错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能人来这躲避战乱 话说远了 咱们拉回来讲故事 话说南宋时期 有个官宦人家的姥爷 想在杭州地区 物色一个色意 俱佳的小妾 很多人来报名 海选了十来天 姥爷一个都没看上 于是乎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西奴就出场了 西奴就可能是在秦汉以前 是中原人对西北少数民族部落的一些灭称 到了宋元时期 大概就是泛指那些地位低危的奴婢 杂役 仆人 就这些 老爷看见这个西奴长得还不错 就问他 你都会什么才艺 这西奴就回答 说我会温酒 这左右就哈哈大笑 说温酒这事谁不会 谁不会温酒 老爷说了 那你就试试吧 头一回温酒 太热 第二次温又有点凉了 第三次温酒端上来 不热不寒 温度刚刚好 老爷这才一眼而见 这原文是这么写的 极直视 出肾热 次略寒 三次微温 公方饮 从那天以后 这个女子每次端给老爷的酒的温度 都和那天第三回的温度一模一样 没有一次比那个烫的 也没有一次比这个凉的 正合适 老爷就十分高兴 非常喜欢 于是乎就纳了这西奴为妾 从那以后 老爷不管走到哪 都把这个小妾带在身边 这女子也就一直陪着老爷 直到老爷故去 老爷就把身后的家产全部都留给她 这昔日的西奴 就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富婆 人们也不再敢叫她西奴了 都尊称她为西娘子 故事的最后 这个陶先生 作者陶先生就发表感慨 是这么说的 欲 就是感叹 彼女流见利耳 一世精致便能动人 一起专心致志而言 咱们翻译成今天咱们这个口语白话 就是说 这西奴不过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子 只要能把一件事做精 就能赢得老爷的喜爱 美貌也就显得美那么重要了 故事流传到今天五六百年了 今天的人对这个故事也是多有解读 我在这就不重复不评论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搜一搜 一搜便知 我倒是认为 这个故事可以给今天的大龄圣男和大龄圣女作为借鉴 当然了 现如今是人人平等的时代和社会了 这个民间有句老话叫做好富美好妻是赖汉配花枝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套用当年陶宗怡的言下之意 当可窥见这一奇怪现象的内在逻辑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